喝誰去喝? 我哈哈 不要問我賣誰 水?我去喝 我哈哈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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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愛國 你賣這個日本的東西 我是八九 今天凌晨啊 中國有一位勇士開著黑頭車 衝撞了北京的中南海新華門 這可是比衝撞天安門還要猛啊 中南海是中共中央的權力象徵所在地 附近不是什麼國務院 不然就是中央辦公廳 中央書記處 等等的權力機構 由於拍攝的畫面 有點模糊 距離太遠了 也不知道這名勇士衝撞的目的是什麼 通常在民主國家 發生這種事情 可能一個小時以內 新聞馬上就出來了 然後早上睡醒 打開手機 打開電視 一看 滿滿都是新聞報導 對吧? 那這個時候新聞媒體就會去追查 你是酒駕嗎? 還是你是報復呢? 不滿聖上呢? 各種各種的理由跟原因 還是你上訪無門 對吧? 反觀貴國 現在哪一個身在牆內的人 看牆內的媒體 也有看到這件事情 微博也沒有消息 沒熱搜 今天一個美國的車衝撞白宮 台灣的車衝撞總統府 避上你們微博熱搜前三 對吧? 當然啦我看到有小粉紅在推特上的外網扯什麼呢? 這個影片裡面大家穿的都是東裝啊 現在三月份耶 所以這一定不是現在發生的 這邊就有很多這個邏輯謬區 不管是哪一天發生的 是不是都是在北京的中南海發生的 是啊 再來我去查了一下北京半夜的氣溫溫度 在7度到-1度之間 請問這個時候是下裝嗎? 是短袖嗎? 你們-1度的時候是穿這樣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啊? 其實你們粉紅已經開始分不清楚 它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所以你們從衣服上去拆 對吧? 這就是原因啊 因為新聞媒體不透明不公開沒有報導 你心中也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那是誰的鍋呢? 以後啊你們粉紅記得遇到需要維權的事情 都要往肚裡吞 宰相肚裡能撐船 所以啊你們每個小粉紅都是一個宰相 都是一個勤快 所以千萬別說出來 因為我們肯定會翻譯以前的一些社交平台 你是否有發過這個愛黨愛國的言論啊? 有的話已經發現我們一律給你當造謠 你給這個境外勢力的刀子 抹黑偉大中國的成就對吧? 而最近中國的2024年的文革啊 已經發起了 他們除了加強抵制中國農夫三泉水品牌之外 還把這個產品抹黑成是日本的產品 是美國的產品 它已經變成外資了你知道嗎? 難怪要批凍 每個粉紅現在都在拿農夫三泉水擺拍 那支持國貨哇哈哈 帶大家來看一下他們最近升級版的玩法 非常的荒謬 喝水只喝哇哈哈 不要問我為什麼 水我只喝哇哈哈 你家吃飯就喝農夫三泉啊 白氧郎的水這裡能喝? 你家不喝再幾%呀 農夫三泉有點甜 別人我不管啊 以後我只喝哇哈哈 現在誰還喝這種水啊 以後這水不要喝了 我們以後只喝哇哈哈 我們的客戶來了 要統一喝哇哈哈 小妹妹 哪個龍這邊都想要他兩個都裝走 啊?我也沒想到這個買的蠻好的 沒在扯他的啊 都扯他都扯他 以後買哇哈哈 這個農夫三泉 媽的農夫與蛇 不喝 重新給我換其他的 換哇哈哈 等一下 你看到這個地方充滿的垃圾 然後呢 既然你已經決心要去撿了 你只撿哇哈哈品牌 然後把農夫三泉水的品牌 踢走繼續留在原地 那是你們的土地 那是中國人的土地 不維護環境 然後亂丟垃圾 對台灣也會亂丟垃圾 全世界的國家都會有人亂丟垃圾 但我今天來的問題是 如果你們大家這麼愛國的話 因為你們是主打愛國 你們為什麼要把哇哈哈的水亂丟 如果既然要撿掉愛國的話 是不是應該全部都撿起來 尤其是要把農夫三泉水的撿起來 因為他掉在地上會傷害中國這片華夏大地啊 對吧 我們接著看下去 你說呢 我說我就愛國 你這個賣這個日本東西 我跟你說我就抵制你 有個日本東西啊 你說啊 那是不是啊 那農夫三泉是不是 我怎麼知道這個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這樣的 態度狠這個強勢靈人 我就進他店 這他的店 我就問他現在還有沒有農夫三泉 我是正常的行為 有沒有 正常的行為你好醫生 你在網路上的特身價格 他是說 你報警去啊 這是第一他張口機句話 就是你報警去 你有監控謝謝 我有完整的監控 那最好 那最好知道不了那最好 你們看到這個小粉紅已經開始造謠 拿出手機開始直播開始拍 然後直說之後再造謠了再帶風向 欸 農夫三泉水 他到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品牌 還是日本的品牌 還是美國的品牌 到底 各說各話 到底 還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品牌也算外資 哦 我知道牆內還是有少部分的正常人啊 你們也別慶耶 等這波流量過之後呢 他們就會開始找新的批鬥的企業 去鬥地主了 然後現在這個農夫三泉水啊 他不是很低價賣嗎 趕快買 到時候呢 你們只要再賣給其他的小粉紅 多個一毛兩毛三毛五毛 你們都賺 那中國他是如何實現均富 就是每過一段時間 大家集體去抵制某家企業 讓大家都變窮 那大家都有錢了嘛 當然啦 這是說笑啦 但其實中共黨史一直以來 鬥爭都是鬥自己的嘛 現在中國外資的投資環境 已經大不如五年前七年前了 那各位粉紅還繼續鬥爭企業 給外商看 那現在啊 就連中國的汽車品牌驕傲 比亞迪也被批鬥啦 因為叫做張曉雷的鬆散企業創始人 他舉報了比亞迪 他舉報比亞迪裡面的黨委書記跟董事長 什麼婚外情啊 私生活不檢點啊 在美國還有兩個私生子啊 都是美國國籍的 所以你現在買比亞迪也是給美國人製造槍炮 在美國他也有大規模的資產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舉報的影片 暖心的是什麼 這條影片在牆內漸漸的被下架 那其實企業間的互相舉報鬥爭 跟中共黨內的鬥爭是差不多性質的 就比誰後台更硬嘛 今天你跟我一樣都貪章枉法 都有婚外情啊 或者是都有這個私生子在美國 不管如何 結果因為我做的比你更大 我玩的女人比你更多 我的小孩都在歐美 你就開始羨慕嫉妒恨我了 然後你去舉報我 但是我後台可能是副國籍的 你的後台是什麼局處長還是當地的 你說你能舉報我成功嗎 而且在中國是不能月籍上訪啦 那反過來我甚至還能舉報你 因為我的靠生比你大 因為你跟我都做了一樣 在美國有私生子 在美國有什麼企業 因為大家都大過同名狀嘛 那我就問哪一個高級造家人 家裡的親戚孩子沒有在美國的 或是在歐洲的 沒有國籍應該也有永居吧 沒有永居起碼有自產吧 再往哪永居的路上走吧 那楊潔篪跟聖上的女兒都在美國呢 那央視退休幹部好多都在歐美呢 加州還有一個二奶村在爾灣 當然紐約也有 但是我只去過爾灣的嘛 那些可都是中國人民的納稅錢 去帶動加州的經濟耶 那個爾灣附近的一些區域 變成富人區 而且治安非常良好 所以那裡會有什麼啊 什麼頂太風啊還有高級商圈 高級商場 因為我去過那邊嘛 很明顯看到有點不一樣嘛 那這些你們怎麼不去舉報了呢 不是說農夫三泉水董事長的兒子是美國級 你們買的水都會變成美國人的槍炮 射向中國 那你中共官員在美國的槍炮可多的去咧 農夫三泉水對比可能只是九牛一毛耶 之前美國不是常常拿出 我要凍結你們中共官員的資產的法案來威脅中共 結果被中共強烈反對 啊好啦你不要凍結我資產 你凍結我資產就是你美國破壞人權 那你幹嘛要把財產放到美國 所以你就知道他們的卵肋在美國手上對吧 那是不是你們該集體衝撞中南海 去質問你家官員為什麼要給美國遞送槍炮呢 而最近美國的意願通過了一個壓倒性的法案 就是在半年內海外版的TikTok 必須與他的這個字節跳動母公司那邊有所切割 看你要怎麼切割 你要賣給美商美資還是你要怎麼樣 反正我不要你跟抖音啊北京那邊的字節跳動有任何的關聯 你們切割嘛 如果你在這半年內你不切割的話 你就必須撤離美國 那TikTok他就用了集體公告發送了這個通知 給在美國使用TikTok的用戶 就彈窗出來嘛 強制通知的 說欸各位美國人啊 你們的美國政府現在正在 破壞美國的言論自由跟破壞美國的人權 他要把TikTok租出美國 所以呢你們趕快打電話去呼籲 你們當地的議員也好或是官員也好 讓他們給中央施壓 讓他們去施壓國會 反對這項法案的通過 因為如果通過的話呢 美國就是一個沒有人權的國家 這個TikTok他沒有告訴你的事 美國他給你兩個選項 你如果不切割的話你就滾 如果你切割的話你就可以繼續在美國使用TikTok TikTok確實告訴美國人 美國要把我們租出了 那我們就想現在全世界都對中資啊 或是對中國的一些比較敏感的企業有所防範 甚至對中國人的一些政策有所防範 原因是什麼 歐美國家甚至印度也都開始陸陸續續在跟進防範 而且防範的力度比我們還大 而他們離中國的距離還沒有台灣近 而我們卻還想要跟中共交好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白小小姐 掰